欢迎收看数据转型台湾最新 我是自据科技欧一领 那前面几集呢 大概已经都谈到了我们的一些产业高值 跟在补关键跟展系统的部分 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数据价值 所以呢 其实我们今天很难得的邀请到两位呢 在市场上 我不好透露他们已经辅导过多少的制造业 但是两位的资历都非常的丰富 那第一位呢我要介绍的是 Deloy 情业重性的韩世伟韩协力 大家好 那第二位呢是这个祥威国际 在MES非常享有盛名的周世杰周副总 大家好 欢迎两位 那两位呢扮演的角色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两位在制造业 大概都辅导过100家 那两位也都经历过这样子的数位转型 那世代交替的时代 因为我相信20年前的辅导跟现在的辅导不太相同 那我想要先来请两位再交流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在谈这样子的数位转型的时候 客户问过我一个问题 就前两天 他就说顾问啊 我们现在在导金石管理 那你怎么会一直跟我们提齐套料 那齐套料跟我们公司现在在推的管理 是有关还是无关 那这样子我到底怎么去结构 数位转型跟资讯的关联是什么 所以这个呢我想先请教一下 这个RIOT韩世伟韩协理 来跟我们大家交流一下 好那其实讲到数位转型 其实最近也经常跟大家去讨论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议题 就是数位化跟数位转型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其实很多我们在谈的企业现金 他们可能会觉得 我导入了一个资讯的 导入一个系统就算是 就是我有做资讯转型 那其实有做数位转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一个图片 以前其实我们经常在做的 这个数位化 都是在做一些单纯的 一些功能性的优化 就包含说让我的作业更顺利 或者整合性的资讯 让大家的作业效率去提升 但是以现行来说 其实很多我们在做数位转型 其实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 数位转型 那他必然是你有一个目标 他去改变了你的什么 营运范畴 或者改变你的人员的能力 或者改变你的组织 或改变你的流程 或者创造数位产品 这才会是数位转型 他绝对不是单纯的 应用了数位工具 这个是不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 在我们整个转型的部分 这个以我们这个图片来看 那从到后来我们运用越多到范畴地印啊 或者是我的供应链 网络的重新设计 那他必然冲击了很多的是我的流程 组织 还有多我的供应商政治合约 这些大家的谈法都不同了 他不会只着重在数位工具上面 所以其实Rion有谈到 因为我觉得当然其实在Deloy的角度上 比较是从战略上 从Tip-down的概念来谈嘛 那我想这个杰哥 杰哥在MES 其实已经依附着一个系统工具的概念上 是Button-up的概念 刚才Rion所谈的这一段 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见解吗 事实上我们刚谈的所谓的数位转型之前 应该要先做数位化 那这件事情其实上是很正确的 那我们谈数位化的这件事情 其实会先从所谓的标准化 合理化到标准化 那借由了这个标准化 事实上我们再梳理相关的流程 所以有了流程以后 我们再进行的所谓的电脑化 自动化的这个部分 那事实上他的追求的目标 就是在数位转型之前 你先达到金石化 所以欧总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奇料 如果我在对的时间 然后备齐了需要的料 那个是所谓的金石 但是如果我同时把下个礼拜的料一起备齐了 那个不叫我们现在谈的超前部署 那个叫做浪费 所以我们在流程改造最终的目的 是希望把我们的一个系统能够更的金石 然后来因应后续的数位转型 好那谢谢杰根 我想在很多的制造业里面应该同时两个顾问的角色都会存在 那这个是欧妈比较好奇的提问 不晓得两位其实以前王不见王 因为一个从高阶策略谈 一个从系统顾问谈 那比较好的概念给现在这个要数位转型的企业 你觉得以两位的这样的顾问背景都是为了协助企业 那他是各自运行还是其实是彼此帮衬或者是彼此呼应 这一段两位怎么看 因为我其实知道这个迪洛伊有一份的整个的 战略上来铺陈这一块 那两位再帮就这一块再帮我做一点补充 好 那其实依照我们现在的经验应该是这样 其实由于大部分现在台湾的企业 它的一化都是处在刚刚阶段的前面几个阶段 所以他们可能会很习惯的是说 我只要把职讯工具导入进去 可能已经补足了它某部分的效率化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进入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个目标 要去转型的时候 其实经常来说 你要调整的不会是只有工具 甚至不止一个工具 你需要众多的厂商去协作 所以说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Deloy的想法呢 我们事先跟客户去谈 他的策略 是在我们叫做企业价值地图 包含说我想要增长营收 但是我是怎么增长的 我有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去拆分去说 针对你的每个这个动作呢 我到底确实是做什么 是给我去监控可以去规划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是第一个 那接下来呢当然像 资讯厂商像杰哥这些 可以后面的大家很好解作 因为像我们Deloy这边 我们也没有办法实作所有的 这一些软体细节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很好的搭配 所以Ryan的意思是说 如果在客户家碰到杰哥的时候 两个是不会打架的 那太好了 真的非常的高兴 那刚才其实Ryan有提到了一个叫 某一些叫指标 那从高阶的这样子的一个 战略的指标往下涨 那我想其实产业里面对KPA 大概都是很理解的 那我想要再请一下Ryan来谈 还是从Tiple Down的概念 从继承老板的一些策略地图来看 那你怎么样把他用一些在 所谓干涉体的指标 暂情 然后来达到一个叫 指示警示提醒的概念 那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跟客户讨论 就是业界讨论的时候 大家都会提说我们已经 倒了KPI很多年了喔 但是KPI到后来实行的效果 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有差距 类似于这样 那这样其实常见的呢 当然除了我们最容易知道的 KPI不够具体啊 或KPI太多 已经不是不K了 只有PI 太多了已经不知道怎么来一个 这是重点了 其实再来就是说 针对我们在导入KPI之前 有没有一些非量化的计划 我们先去想好 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范例 我的产值提升 我要去加强我的这个怎么讲 产品的品质打入更高质化市场 假设是这样 这些都不是量化的 我们要先想好 我们要干什么 然后再往下去看 产值提升 去支撑它的是 我的生产品质 的一些量化提升 然后再去支持的是 可能是支撑的良率 或者是反攻率 等等 或者是说我的维修设备 这个停机做得更好 做的就更少的这些意外停机等等 他去支持这个产值提升 所以他前面的第一步是说 可以看到左边往下 就是策略 我们先想好 这并不是说 拿数据来想 我先想好 我要怎么做到这些事 然后我才有 这些数据 是有关联的 不是说 这个穷举式的 把它全部这样列了一大堆来看 那在我们资讯应用这边的右边 当然说从最底层的data 往上去支撑 这我们常常讲的 够不够及时 够不够可靠 就是说 可靠单只是说 跟我们的流程作业 帮的够不够紧密 这样子 才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配合 好 所以我听懂了事实上是应该要先定题目 先找到议题 那如果假设往下展开到了很多的这个关联 因为KBA的解读有时候 老板一般发下来的时候 同仁其实认知的角度不太一样 有一些其他 每次的KPI都是99分100分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不太真实也不太及时 那不晓得杰哥如果从整个作业连结上来看的时候 因为 刚才有提到必须要从很多的系统工具数据来往上支持 达到这样子的战略目标 那杰哥你怎么看待从底层 这些关联的作业连结的KPI KPI的定定事实上在执行层 很容易用一个可视化的看板 来去做呈现 那这个可视化其实 常常都会有一个迷失 是 资料不够透明 不够及时 第二个是 我们的考虑是说 单一的部门 单一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 事实上不能够单一来看 某一个KPI 所以我会建议是从管理目标上面 你从体质 增效 降本 减存 这四个面向一起来考虑 一起来观看你的KPI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工厂上面的驾动率 非常的高 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但是 如果我的维修率 重工率 也同样很高 那事实上 对这样的一个企业体质 一定有一个问题 所以 我们在整个KPI的一个 讨论跟审视之前 事实上应该要把各个面向 都把它定义好 从流程上 从功能面上面 那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 KPI的审视 可是杰哥你刚才提到了 我如果是单纯生产部的人 那我追求的是这个 驾动率的提升 那到了其他的某一些的 损耗率 或者是 也许良率的 良率的影响 不是我这个部门的KPI 也许我不太需要在意 所以我不曉得 您刚才提的 他是个现象 可是如果真的要把这件事情 落实做好 就是我不能只想到我部门 我可能还要想到我前后 制成关联的部门 那凝聚这件事情要做好 可以怎么做 所以这就是刚刚Raymond提到的 各个部门看到的是 各自的一个管理目标 但是要用高层的策略 跟他的一个决策目标来看 那从这个策略才能够往下 能够铺陈到 相对应的 有关系的这些管理目标 那在整个作业上面 才能够 兼顾到整体 OK 所以其实两位在辅导的过程中 如果继承了这样子的高阶战略的时候 基本上你们会一起参与 这些客户的这个跨部门去定义这个KPI吗 Rion 你们会做这样子的协助吗 对 如果是以我们做法的话 通常是会 很有趣的是 我们一开始都会去问老板说 我们对于策略 还有我们企业的愿景 有没有跟 我们的干部 去分享过 大部分老板都会说 有 他们都很清楚 那我们说太好 那我们来做个Whatshap 然后Whatshap完之后 他们就会说 我们确实没有很清楚 所以Whatshap的结果是 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样 对 因为其实大方向经常一样 但是你当到说 我到底要怎么做到这个方向之后 大家开始就会有些不同想法 或者是本位主义 所以他确实是需要 一些 实时的沟通 可能是美剂啊什么 去做一些 对焦 所以刚才提到的一个顾问 大概会用的Whatshap的手法 那如果把这样的问题梳理出来之后 杰哥你们会怎么做 好 那一旦把这个问题梳理出来之后 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开始定义到 每一个作业流程 那如果我们举个例子说 我们有一个KPI叫生产达成率 那事实上这样它是牵涉到所谓的精料检验的流程 它是牵涉到所谓的发料流程 甚至于到生产执行达成的一个流程 对 那把这些流程梳理出来以后 才能够往下去定义 相关的KPI 那给予权重以后 那再往上 把它做成一个所谓的生产达成率的 这样的一个KPI的指标 来作为一个协作 两位不晓得没有觉得 其实现在的数据转型 真的需要蛮多的资源来协助 因为我个人所解读的 尤其这些传统产业 其实很多现在大概都只有在工业2.0 很多的策略就刚才RM提的 不是没有 可是我相信去年底的策略跟现在疫情因素之后的策略 其实又变了 所以基本上它是不断的在调整的 那资讯工具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支持的 我不晓得两位有没有觉得 其实现在时代变化 以前可能一个管顾做好管顾就OK 一个资讯厂商做好资讯辅导好像也OK 你不觉得现在这样子的 其实跨界合作 IT跟OT 顾问跟这个 辅导顾问的合作上 其实已经 相对的重要 我不晓得两位 认不认同欧妈这样的看法 是 你怎么看 其实我 认为这个 是 应该是会越来越需要 只是说 现在在企业界 大家可能还没有 这样的想法 像欧妈知道吗 我是辅导顾问出身的 那我以前每次辅导 以前我们从工具进去 客户效率 资讯取得就改善 到后来客户有目标 比如说 我想要 什么提速 我想要降低成本 慢慢有目标之后 你就发现 工具进去 是什么 可能流程没有梳理的问题 有可能是组织问题 有可能他策略不清楚问题 所以 经常问题都不在工具上 所以他已经不是 一个厂商他可以去解决 我觉得有一些的是 为什么要找两种顾问 我如果找一个顾问 IT的顾问 你也一起帮我做流程梳理 辅导顾问 你也一起帮我做这个系统的 建议的implement 不是很好吗 因为我是企业主啊 我能够花少一点钱 你觉得这个的 达成这样子的理想 结果你觉得可能吗 我想 我们刚刚谈的就是 在企业转型的时候 你必须要成立一个 或者是 有一个系统体系 同样在资讯业也是一样 你有硬体的厂商 你有软体的厂商 你有服务的厂商 那基本上呢 实际上在 大家在所谓的资讯服务业 同样应该要成立一个 所谓的生态体系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生态体系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接种一个平台 或者是我们工协会的一些 辅导顾问 那都可以能够积极的 帮我们推荐 在整个的一个 所谓的 转型的步骤 转型的阶段里面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一个 解决方案 好 那今天很高兴 谢谢两位其实在这样子的经验上 我们在就这个数据驱动 变革的方向上 重新解读了这样子的一些 商业数据跟KPI 那我觉得让我们的来宾 其实有了一些不同的见解 不要只有 看到单一的KPI 再次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什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